嘩! Joanne 她很堅強! 她真的很厲害! 她竟然這樣也可以生存下去 但是... 我自己學習到就是...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P仔內園 我是P仔 今天大家看到了 不是只有我一個 而是有我心愛的妹妹 Joanne 在我旁邊 所以今天的主角就是她 Joanne 是因為有很多人留言給我 或者私信給我 告訴我想認識她 而且看到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她是坐嬰兒 以及為什麼她是用氧氣筒 究竟她患了什麼病 她如何面對她的人生 她的生活如何 她們都很想知道和認識 又或者當我們自己遇上這些狀況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去面對 有什麼社會的幫助 可以幫助到我們呢? 今天這一集 就是想跟大家說一下 以上的事情 好! 事不宜遲 我們來做一個專訪 問問問Joanne的生活 以及她如何面對她的人生 我想問問 其實... 嗯...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自己的狀況? 是不是一出生就像現在這樣? 其實... 嗯... 我小時候 大概三歲左右 嗯... 那就... 有... 醫院 是... 出生了 就是患了肌肉萎縮症 肌肉萎縮症 嗯... 但是... 那時候呢... 小朋友 那... 寶寶友 和普通的寶寶 是一樣的 就是完全看不到 是有什麼病情的出現 那就... 可以... 自己... 吃飯啦 自己捕到的手 但是就... 走不了啦 嗯... 就是... 脊椎的位置 很... 很... 柔軟 是啊... 就是... 嗯... 是不是就是沒有力 是啊... 沒有力 這就是... 這就是... 病唯一的主因 嗯... 是啊... 其實... 你就發覺是... 所有的身體的肢體都... 都... 沒什麼力量的 那... 但是... 又說... 當初的時候呢... 就是... 很多日常的一些生活啊... 動作啊... 你都是可以應付得懂的 是啊... 那... 什麼時候開始你發覺... 連一些基本的生活... 比如洗臉餐啊... 吃東西... 開始比較困難 是... 嗯... 開始... 十幾歲的時候... 嗯... 因為... 這個朋友... 他會... 逐點... 退房 嗯... 就知道... 他會... 慢慢... 退房 那就... 呃... 那時候就... 就... 開始... 呃... 手的... 力... 開始... 慢慢... 退房 那就... 不可以... 自己... 寫字啊... 畫畫啊... 或者... 塗... 洗臉啊... 這些都不行... 是啊... 那你那時候呢... 有沒有... 就是... 一般... 那樣... 好像常人那樣... 去這些... 學校啊... 去上學嗎? 就是... 初期的時候... 有... 有的... 就是... 在... 特殊學校... 哦... 就是... 一開始... 因為... 已經檢視到... 有這些... 身體狀況... 所以... 可能... 醫院或者政府那邊... 安排你的時候... 就去了那些... 特殊學校去上學了... 嗯... 那你那時候... 會不會... 很埋怨... 覺得... 為什麼是我啊... 就是... 我... 我個人想法... 就是... 既然... 可以走得... 跳得... 為什麼我不行的... 會有好奇啦... 那... 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 可能會是這樣... 就覺得... 是... 我一出生都沒有啦... 我也覺得沒什麼特別... 就好像... 有些人一天生... 他是嚇眼的... 看不到東西的... 他不會有一種... 很強烈的埋怨在那裡... 但是... 你真的經歷了... 就是... 有動到的嘛... 就是... 比如... 手腳動到... 可以自己去疏洗... 直到... 現在啦... 真的... 就是... 連這些... 基本的生活... 都不可以自己去做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這種埋怨在那裡呢... 其實... 很小時候... 嗯... 我已經沒有... 沒有這個... 想法啦... 嗯... 是啊... 直到現在... 開始... 完全... 都要委託... 人家... 人家... 跟我的時候... 我是... 在那裡想... 我想... 是... 很... 很簡單... 是... 我做不成... 我就... 找人... 幫我... 是啊... 這樣啦... 其實... 只要... 我... 很... 這樣... 我想... 如果... 人家... 願意的話... 是... 是... 在認識你的裡面... 我覺得... 你... 你... 教導了... 即是... 你的... 生活... 教導了我一些東西... 不是那種說... 很堅強啊... 很厲害啊... 就是... 一般人可能見到你的時候... 我聽得最多就是這句話... 是... 嘩... 阿Joanne... 她很堅強啊... 是... 她真的很厲害啊... 嘩... 她竟然這樣... 都可以生存下去啊... 但是... 我自己學習到就是... 就是... 你可以去接受到... 別人對你的援助... 是... 那... 我發覺... 包括我在內啦... 其實很多人就會覺得... 啊... 很... 驕傲自己有能力... 去做很多事情... 嗯... 但原來不是的... 在這個社會的生活裡面... 是互相的幫助... 是... 所以接受幫助... 都是一種學習來的... 是啊... 那我想問一下... 在你的成長裡面... 嗯... 你會不會... 都曾經... 學求那些事情... 但是... 真的做不到... 然後是... 很悲傷... 很不開心的... 嗯... 有沒有過呢... 還是一直... 很樂觀... 嗯... 我以前... 很喜歡... 畫畫... 嗯... 我又... 用... 用手... 用畫畫... 嗯... 然後... 就... 我又... 就... 用... 用不到... 手... 去畫畫... 就是有... 我有... 我有... 時間... 我不可以... 嗯... 已經... 放下了... 畫畫... 這件事... 拿開來... 嗯... 開來...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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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 畫畫畫... 是啊... 所以... 所以... 就是... 找到... 原來... 又看到... 都可以畫... 畫畫... 那... 就是... 轉移到... 去用... 看到... 就是... 沒有東西... 我覺得... 沒有東西... 可以... 嗯... 是啊... 看看... 自己... 想不想... 去... 嘗試... 就是... 可以轉變一些方式... 去嘗試... 達到自己想... 去做的事情... 是啊... 嗯... 當然... 那個效果是... 另講啦... 那... 在生活的裏面呢... 其實我也想問的... 你平時的生活... 會不會說... 遇到什麼困難... 你覺得... 真的... 如果不是這樣的狀況... 就好了... 或者... 在現在這種生活裏面... 你有什麼態度去面對呢... 因為... 嗯... 如果... 譬如說... 對於... 一般的人來看上去... 其實... 不要說其他人... 可能去到我的狀況... 現在我看是容易的... 但是... 當我真的遇上這種狀況的時候... 或者... 我也會... 很失落啊... 不知怎樣面對啊... 甚至乎... 說得難聽一點... 真的... 躲在一邊... 那... 就... 過了下半世... 這樣就算數了啦... 那... 你怎樣去面對... 和你的生活的裏面... 究竟有些什麼... 令到你仍有動力... 這樣很樂觀去... 看任何的事情呢... 或者是... 未必樂觀的... 悲傷的時候... 你又怎樣去處理呢... 那... 我就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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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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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比如... 一些... 生活的細節需要啊... 你沒有說自己要工作的啊... 那我見到有工人姐姐在 there... 那工人姐姐都需要費用的啊... 在這些方便呢... 你又是... 怎樣可以得到這些費用呢... 是... 是不是家人... 比如說很辛苦去打工了... 然後之後拿這些費用去... 去維持這個生活的呢... funded to the projects 又或者姐姐也有政府的資助 變相減輕到家人的負擔 基本上有很多援助的設施 政府也有津貼幫助你 那津貼是否能夠覆蓋你的需要 還是說其實也不足夠 生活也很困境 會是這樣嗎 基本的需要是足夠的 但是私人的需要 可能也未必能夠有 對 那隨此以來 我也想問一下 那你現在是遇到這些狀況 或者我也想問一下 就是看見將來 那你剛才提及的就是 其實身體會越來越差 那由我其實最初認識你的時候 我知道你只是一個行動不方便的一個女生 但是慢慢看到你開始要用到呼吸機 那是幾年前要用氧氣機 那時候也知道氧氣是有五格的 那一開始半格 然後一格 用一下用一下如果用到五格 就差不多都可以快樂人生的終點了 那在這個歷程裡面 當你看到自己身體真的慢慢變差了 你究竟有什麼能力 或者你怎樣去 有心情去面對如下來的人生 而不是令到自己很悲傷呢 因為其實很多人認識你都知道的 不是只有我這個女生 那很多人都知道就是 咦?Joanne其實她也很樂觀 當然啦 有一段時期你也是有低落狼的 有的都是人來的 你不是一個超越了這個世界的人 那但是 面對了 很真實 我們每個人都會去面對死亡的問題 面對這個疾病的問題 新到病死 你是怎樣去面對的呢 新到病死 嗯 這是好 好實在的事 所以 死我來了 好想法 我心裡沒有喝酒 就不喝 我不要想太多了 對 我就知道 真面對的事 真面對 對 還有你要 所以 為什麼我真的 死亡 就是 好像你 就好像 香港人 還沒出生的時候 對 就是 很開心 我會覺得 是一段 很快樂 就進來 就好像你 剛剛 可以接一段 新的生命 怎麼樣 對 對 就是一個旅程 然後再到另一個旅程 然後再開始 對 這個是你的想法 對 如果對於未來裡面 你近期有沒有什麼目標想做 或者是 你對著未來有什麼 憧憬 想發生的事情 真的 真的 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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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 自己的食物 所以 我現在 甜品 我也吃過不少了 我現在 原本 我是不敢 去 煮 麵包 因為 因為 是一件 很複雜的事情 不需要 控制的事情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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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 實斷了 實質 很快樂 所以 我想 放著 烘焙 然後 放著 酒 然後 喝著 最好 最 天然的 最健康的 東西 帶給 新的 你去做烘焙 或者以前做蛋糕 當然 我知道 但又想你自己去介紹一下 你怎樣去做 行動 一定不方便 你有什麼方法 可以達成那些事情 我知道 有位 高雲姐會幫你 他怎樣 和你配合 而你又負責什麼 就是 我知道 我的手 不能 就 去做 的時候 我就在做樓 咦 其實我可以 找 再 手 就是 我找一個人 去 再看我的手 去做 這件事 然後 我就 去 我 一開始 我會 看 另 劇 接著 就會 找一些 影片 還是怎樣 做的 影片 接著 去 給姐姐 看 接著 就會 告訴你 我需要 做到的 是怎樣 接著 就 去 配合 我的 需要 這樣 做出來 對 就是 你是負責 去構思 法律司令 再 調配 然後 所有的手腳功夫 就要交給這位勞動的姐姐 幫你 對 對 嗯 那你做了出來之後 其實那個成就感 或者滿足 和你 預期有沒有差別 其實 做了一件事 我想做 嗯 我除了 是要 製造它之外 其實 我做了一件 原因 我想 取得 跟我一同 學做 這件事 嗯 對 不是單單 我是 學了 而是 取得人 就 學完 對 那 當年 有了 失敗 的年 很多失敗 留的 就是 失敗完 之後 我就會 跟她 討論 咦 這次 這 呃 就 怎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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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 溝通的 會不會 亦都 幫你的生活 有些改善 就是跟她的相處 或者會不會 帶來你一些人生觀 亦都有所改變 就是做這些興趣的時候 會 因為 當你 整理的時候 會有很多 偷偷的機會 嗯 所以 會 變成 跟她的關係 會慢慢地 建立 對 可能會知道 她的 原來她喜歡吃甜蜜 可能她 不是喜歡 走 走 對 就是也是甜的 對 哈哈 哈哈 那如果 譬如 再給你去選 呃 從 假設 真是這個假設 譬如說 如果你現在有一個機會了 你會想是 就是 有什麼機會呢 就是你跟工人姐姐有對調 你會希望自己可以 站立她的位置 做她的角色 還是你覺得 其實你現在的角色 都是很舒服 很開心 都 很滿足的 心態 就是讓你 重生活一次 但是這個角色 只限於你跟她對調 你會站在哪個角色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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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會 我會 我會想 我會想 我自己 的 擇飾 嗯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本來就是 這個擇飾 我應該 帶著酒 就帶著酒 就是 其實 你對現在 目前來說 你是沒有這個埋怨不滿的 沒有 好 對你又加深了認識 是大家對你的加深認識 那我們這次呢 暫時說到這裡 當然 我們先去吃吃東西 因為 我知道你也做了一些東西給我吃 我們也帶了一些小食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就去吃東西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個影片 記得讚好 還有分享 有什麼想跟Joanne 或者跟我說 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或者有什麼話題 想問的 你也照樣留言 看我們再繼續去答覆你 或者下次拍片的時候再回應你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加上旁邊的小鐘 你就可以得到我們第一時間的資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這個就是你剛才說做的麵包 對 是不是很開心呢 鹹鹹的 對 又加鹽 不是鹽 是鹽 是鹽 你那我喜歡的 哇 給你 我愛看 你們 不也是 我愛吃 有